新闻独家掌握了消息 新闻局特别举办了发言人的秘密训练营 在当中请来电视台的总监跟报社的总编辑 教他们怎么面对媒体 尤其现在台风要来了 发言相当重要 独家报道 先到华明台 发言人集训班开课 各部会发言人大集合 新闻局长石亚平来了 国防部持玉兰没缺席 总统府王玉琪听到消息 马上临时报名 因为我们每天在火线上 有时候需要一些教育训练 所以今天是临时来上课 对 我要来充实知识 在职教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比如说国防部这样的一个形象 可以更加的去维护 而不会有一些 让外界有一些负面的观感 这样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课程表上危机新闻处理 怎么面对电子媒体 怎么面对皮面媒体 通通请真人来授课 讲师有电视台总监 有报社总编辑 还有学者专家 我常常跟我们同事说 有关发言或者是媒体的沟通联系 永远都不会觉得一百分 就是永远都有改进的空间 所以像这样子的研讨会 我们会例行的来做 就怕又有人讲错话 让政府挨轰 新闻局干脆帮发言人们上上课 抬开讲义 趁值发言人 说要条件就是不能说谎 另外EQ好也很重要 上任以来的头一遭秘密集训 希望下课后发言人们上火线 别再火上加油 专属林真彦 还分成为如 采访报道 三分钟 上询问